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有媒体独家报导了 Tiara Giang和韩国职棒学手黄杰俊将离婚的消息 根据媒体报导 Gian和黄杰俊在上个月向首尔家庭法院 提交了离婚调解申请书 以进入了离婚程序 其实两个人从今年6月开始就有过离婚传闻 当时在一个棒球广播中 主播没注意到麦克风是开着 就对旁边的主播说出了 你知道黄杰俊离婚的事吗? 暗示黄杰俊最近成绩不佳的原因是因为离婚 而Gian也在差不多的时期 因个人原因暂停了YouTube活动 再加上Gian没有佩戴婚戒等情况 也让很多网友们对两人的离婚产生了怀疑 当时Gian的前金晶公司相关人士对媒体表示 经过向本人直接确认离婚传闻不是事实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还传出黄杰俊与朋友们喝酒到早上6点的消息 这更让两人的离婚传闻增添了可信度 对于离婚报导 Gian透过律师对媒体表示 首先对于以这样不好的消息与大家见面 我感到非常抱歉 我们双方经过协议 正在进行离婚的调解程序 对于未能及时做出声明 恳请大家多多谅解 而黄杰俊所属的球队队媒体表示 这部分无法确认 因为这属于个人隐私 目前正在进行重要的比赛 为了选手着想 我们无法提供任何回应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天哪 我还以为他们过得很好 这是发生了什么事啊 不过如果真的觉得不合适 早点分开也好 看来连主播们都知道这件事的话 应该原本是打算在球季结束后才发新闻的 但却被娱乐部记者们先爆料了 不是 现在还在季后赛起见 体育部记者们都很有分寸 选择不报道这件事 结果却被娱乐记者们这样爆出来 这样只会让选手心理状态崩溃啊 真的搞不懂 自己等球季结束后再离婚不就好了吗 爱豆和演员也是在活动中发生事件 被报的不是正常的事吗 在有离婚传闻的情况下 大清早6点还去酒吧喝酒 还被拍到 这本来就对对方很不尊重啊 结果还有人说什么 反正隔天没有比赛来护航 这真的让人无语 真的 爱情到底是什么呢 黄建勇之前在综艺节目里出现时 完全是一个爱妻形象 结果这么突然就离婚 让人觉得太空虚了 爱情的变化真是难以预料我 对于两个人将离婚的消息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红遍韩国大姐小巷 一听到音乐 身体就会自动反应的 女团标志性舞蹈 雷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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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ser 百余 水 水 山 Ber 他 klad malala nalad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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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can be better i do not年 Presidential i do not Apride I do not care 都can a ro bien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